來台灣可能說去看說台灣有阿里山、日月潭很漂亮 但是其實中國的景色其實比台灣更壯麗、更寬闊 也有人說台灣的經濟成就過去是相當引以為傲 但是大家也知道中國今天的經濟成長 它的速度是數倍於台灣目前的情況 所以深究到最後他們大概我歸納了一下一致的看法 就是他們覺得台灣人民都很熱情、很善良、很溫文有理 然後他們對於台灣的民眾不管是在電視上看到的或是怎麼樣的 可能可以在這邊指著我們的官員的鼻子在大罵我們的官員 都嘖嘖稱奇 那麼也對於台灣的這個開放多元跟包容也欽陷不足 所以歸結到最後台灣跟中國可能最大的差異 不在於一些有形的東西 而可能是在於經過台灣人民差不多半世紀以來的努力 所達成的目前的一個民主的一個成果 也就是說民主才是目前台灣跟中國在本質上的最大差異 民主才是說台灣這個小國我們在號稱和平崛起 但是又用武力威脅台灣這個強大的國家的威脅之下 還能夠繼續受到國際社會支持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這個主題說從台灣來看中國未來民主化 剛好台灣跟中國只有一個一水之格 海峽之格 兩邊又剛好同文同種 語言相同 所以從台灣來看中國的民主化 事實上應該是可以有一個相當參考的一個作用 那麼曾經有專家學者指出說 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的發展到達某個階段 它將來必定會達成政治民主化 那麼這當然是一些西方一些政治學者 他們過去有提出的一個理論 那麼他們可能把台灣當作是這樣的一個範例 但實際上如果根據我們台灣自己的發展經驗 我們在座很多都是在台灣這個土生土上長大的 大家知道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事實上如果說沒有很多過去的民主前輩的努力 沒有很多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的努力 然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跟挫折 根本不會有機會創造今天台灣這樣一個民主成就 而且台灣的民主也不是說一成不變的 好像只要有了一個定期的選舉 好像有一個看起來稍微獨立的施法 好像或者說稍微進步一點的人權保障 好像就可以繼續維持 也不見得是這樣子 台灣的民主可能還是隨時會倒退 特別是我們在這麼強大的一個中國的旁邊 那麼這個國家隨時對我們虎視單納的情況之下 那麼台灣的民主在近年以來事實上也受到相當大的傷害 所以歸根結底 歸根結底就是說 民主一個國家的一個民主的追求 究竟有沒有辦法達成 不是在於它的經濟成長 究竟是達到什麼樣的階段 就會自然達到民主 那恐怕不是這樣 而是要那個國家的國民 他們有一個深刻的覺醒 然後他們願意付出行動 願意去跨界去進行這個組織的聯盟 那麼願意去做出一些犧牲 那麼由下而上 那麼這個民主才有可能達成 那麼所以當我們看到很多人認為說 看到中國今天的經濟這麼的繁榮 那麼它到這個在21世紀 它的這個經濟的一個發展可能甚至會超過 現在已經跟日本已經並下齊區 未來能夠超過民主 大家都認為它的民主觀應該是指日可待 但是從我個人的角度 我是認為說這是未必的 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那麼也沒有任何事情是理所當然的 那麼恐怕還是需要更多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人 他們願意去努力付出 那麼由下而上 由體制外來去進行一些抗爭或者是運動 那麼才有可能讓中國的民主化開發結果 那麼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等一下我們今天這場的這個座談 那麼我們主要就是每一個主講者 可能就是暫時先以15分鐘為限 那每一位羽安人就以5分鐘為限進行討論 那麼很高興今天我們邀請到這個 臺灣漢藏友好協會的孫子的孫會長 然後還有聯合大學的周德龍邹教授 還有我們民主團結聯盟的前達前秘書長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於這個 有一個旅美的自由作家丁毅富丁先生 北京大學的李正亮的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系統的黃青鴻先生 還有我們也是我的同事 民進黨中國事務會楊大信雅先生 大家也共同參與這場座談 那麼當然我們時間充分的話 我們在座所有的人都還是可以提出問題 大家提出各自的看 那麼現在就開始這一場 從臺灣看中國會來民主化的這個研討 那麼首先是不是請孫智的會長 是不是先來發展的意見 好 非常謝謝 那現在因為沒有投影片 我就只能用講的 剛開始我是想談一個問題 就是陳如剛剛 陳主任說的 是不是在經濟發展 經濟現代化之後 民主政治它就會產生出來 我覺得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因為不要說中國大陸 我們知道說現在大概世界上四個華人社會 就是臺灣 中國大陸 五個 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 澳門 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的經濟它成就非常大 但是一直到今天新加坡的政治 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是我們發現臺灣的民主化 它其實是一個較特殊的現象 那為什麼 因為在兩蔣時代的時候 這個臺灣的經濟成長非常快速 而且跟現在相反就是說 貧富差異也不是很大 但是為何可以說國民黨到臺灣呢 臺灣就有民主運動 就有反對運動呢 而且這個最後它成功了 就是實現了臺灣的民主化 所以我大概有一個答案就是說 什麼是催生民主的動力 是社會矛盾 因為我們看不管法國大革命還是美國革命 它其實都是從社會矛盾中產生出來 不過當然 社會矛盾它不會必然帶來民主化 但是基本上一定要有社會矛盾 才會有民主化的實現 那麼臺灣就是一個很不幸的事 就是我們有族群矛盾或者說神奇矛盾 是不是 但是我記得我在20多年前就看過 有西方學者說 他說恰恰是神奇矛盾 所以才帶來臺灣這個快速的民主化 因為從國民黨就是1945年到臺灣來 這個神奇矛盾就產生出來 然後它其實就是臺灣反對運動一個很主要的動力 這個我想是不能去否認它 所以我覺得神奇矛盾是臺灣民主化的動力 所以這個東西雖然說它好像說把我們的社會撕裂得很厲害 可是如果沒有神奇矛盾的話 那麼我們臺灣恐怕不會那麼快 有民主運動 有民主化 那麼除了西方學者之外 我是引用最近這個 我們臺灣清華大學有一位老師叫李丁戰 李老師他的話題 他說神奇所引發的各種壓迫 各種的壓迫正是讓臺灣社會有能力看見現實的關鍵 然後他說1975年以後以神奇為主軸的黨外運動 才因此可以迅速取得運動所需的能量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族群政治正是臺灣民主化的源頭 那這是已經在李老師的觀點 那也就是說其實神奇矛盾 它反而它促成了這個臺灣的比較快速的 而且可以說是比較成功的民主化 那麼相反過來就是我覺得社會矛盾它催生了民主化 那相反過來就是民主它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方式 不過當然我們要注意它只是一種方式 那換言之就是可能還有其他的方式 那所以常常就很多人說民主政治它不是最好的政治 但是它是比較好的政治 而且這個可能也要看著時代的背景這樣 那麼我們曉得這個中共它強調維穩還有和諧這個概念跟做法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避免它政權的崩潰 那因為它知道現在社會矛盾很多 所以它不管是和諧維穩 它都是想要去消磨這個社會矛盾 但是對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可能中共它認為 它的維穩跟所謂的和諧的觀念跟政策 它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方式 但是問題是我們常常講說他們是越違越不穩對不對 然後這個和諧也只是表面 所以現在大洪的社會矛盾它仍在激化中 所以就是事實上現在大洪應該慎重考慮實施民主 然後來解決它的社會矛盾 那麼我這邊再做一個聲明就是我今天所講的 並不是從一種道德的觀念去做什麼批判 比較是從一個事實的角度去看 就是並不把民主當成一種道德的觀念 而主要是說它在事實上怎麼樣產生出來 還有它在事實上有什麼樣的功能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有部分大洪的人士 他不認同台灣的民主 那麼我記得是前不久在政大好像有一個研討會 就是有一個學者他說中國沒有民主化的可能性 因為它的經濟發展非常好 然後世界其他國家都怕它 所以也不會去監督它 那麼還有最近這幾天就是環球時報 各位知道中共有一個專門對外宣傳的報紙叫環球時報 他看了一篇文章 那個起因聽說是因為雙十節的時候 很多大陸人就說國民黨怎麼怎麼好 所以中共看這個好像很嚴重 他們就發了一篇文章來批台灣 批國民黨 那麼這個裡面它大概有兩段話蠻有趣 它第一個就是說雖然說台灣還比大陸要注意 但是它的經濟大滑坡 請注意 他說台灣經濟大滑坡已是繼承的事實 從亞洲思想融資走掉到最末 現在它必須依靠中國大陸的經濟什麼呢 輸血 它必須靠中國大陸的經濟輸血 台灣的經濟才能維持下來 然後其對大陸的經濟優勢早已荡然無存 那麼大陸成兩岸經濟關係的絕對主導者 台灣人對大陸人的心理優勢也在迅速的流失中 這個是我們剛剛陳主任講的 我們現在經濟上可能沒有 就是慢慢的沒有大陸這麼強 但是我們在民主 在人群上 這個是我們可以引以為傲的事 是我們強迫大陸的地方 但是這邊報導中就要繼續批台灣的民主 他說台灣的民主也絕非相信說的那樣成就斐然 他對台灣社會的撕裂 請注意他說撕裂 是全世界民主社會裡最嚴重的基因 民主制度成熟的一個標誌是辯論圍繞公共政策來展開 而不是沒完沒了辯論意識形態 可是台灣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國家認同 然後就是本省的外省的台灣人 中文 所以他認為台灣的民主政治是很有問題的 那我們怎麼樣來看他們大陸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這個說法其實它忽略 很嚴重的忽略到一些事實 因為第一個就是 其實在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 我想 就我個人的看法是講 我想也有很多人會這樣認為 就是台灣的族群矛盾已經是大為淡化了 就是從2008年後 不過這個當然就是可能會有些人認為 民進黨在執政的八年中 這個族群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但是包含綠營的一些朋友都認為說 這個是造成民進黨在2008年選舉失敗的原因 所以從馬英九他當選總統後 那我個人覺得說 因為現在台灣人應該都已經學到這個 就是誰要去挑剝族群跟審計問題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在政治上是有勝算的 所以事實上環球時報那篇文章說 什麼撕裂社會 但是這個事實上 我們看到台灣的民主政治 它本身有一種修復的可能性 那麼還有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 台灣社會它也越來越能夠用理性的態度 來處理這個國家認同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我們會發現說 台灣這個民主的問題並不是很嚴重 那麼還有美國有一個學者叫 他曾經提過一種概念叫 不自由的民主 就是有了民主卻沒有自由 怎麼叫有民主沒有自由 這個自由指的是 跟人權言論自由公民自由相關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說最好的典範就是俄羅斯 他從制度上看 他絕對是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社會 但是他的公民自由還有人權的保障 這個非常的弱 因為他有一個強人總統 然後有時候突然又變總 又變總理 總統總理總統叫輪流做 所以他是一個強人政治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不自由的民主 因為這個政治領袖他當選之後 他會限制言論還有集會等自由 甚至於可能有迫害人權的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個人認為台灣顯然 他這個所謂不民主的自由問題 這個是非常的淡的 就是我們並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跟俄羅斯 白俄羅斯 或者一些相類似的國家 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並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反而 對 因為時間很有限 那麼我可能就 對 這個我就簡單講 我覺得台灣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叫做 我把它稱作叫做不民主的自由 它有自由 但是這個自由它不是民主的 它是集中在就所謂像爆料 人肉搜索 這個媒體的霸凌等等 這個我把它稱作叫做不民主的自由 就是它有自由 可是它完全不符合民主的原則 就是少數人只要你有辦法透過媒體去宣傳 這個少數人他的意見就會凌駕在多數人的上面 這是台灣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 好 現在回到大陸這個地方 我們就想來看一下 比如說民主是不是有這個普遍性 或者說它是有特殊性 那麼中國大陸常常有這個所謂叫國情論 就是中國的國情跟西方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那麼這個說法到底是不是對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簡單講 就是各位知道大陸有一個在宣揚民主最有名的學者 就是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中央編議局副局長 于可平 那麼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民主是個好東西 可能各位有聽過這篇文章 那麼他是西方跟台灣很關注的一個學者 因為像他寫這些文章 他背後究竟是誰受益怎麼樣怎麼樣 這都是很多人在爭論的一些事情 那麼因為有人贊成他 有人批評他 所以後來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他另外一篇文章是講到 大概標題是說民主會造福中國 那麼我這邊大概我簡單的說一下 就是他認為民主和集中是並不相違背的 因為中共他喜歡說他的民主制度是叫民主集中制 但是他這邊把集中就定義成是法制 定義成是法制 那我覺得這個跟平常中共的講法就是不一樣的 那麼他也說民主按照辯證法 是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的 不過他有提到一點 後面有提到因為我節省時間 他說有人說西方是選舉民主 而中國是這個協商民主 那麼他的講法是說這個說法是錯的 因為你即使是間接的民主 也肯定是有選舉 那麼換句話說他認為民主他一定有一個性質 就是民主的選舉 他一定要有選舉 不能說沒有選舉還能叫民主 那麼第二個環節他說是在決策的部分 那麼他又說這個可能跟協商民主是有關係 怎麼樣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余可平他走的路線 因為他是一個體制內的官員 而且他的這個身分是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以前甚至於有人傳言說他可能會當中央辦公廳的主任 不過那個當然是在很多年前 那麼所以他會說民主是一個好東西 這樣的話 他背後究竟代表什麼樣官方的背景 這是很多人在爭論的 那我們也看到他有一套設計 就是他一方面說民主是有他的普遍性 一定要有選舉 一定要有協商 但是他似乎他又是在講說這個 中國的民主可能可以跟西方的民主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大陸他目前有一些這方面的看法 但是我最後這邊 我還是想要講就是那個社會矛盾的問題 就是中國他現在的社會矛盾 真的是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 而且他是超乎一般人所想像的 因為我們一般所看到的可能都還是較表面的 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是他一些宣揚民主的自由派 他們其實是社會精英 但是問題是這些人他並不在乎中下層老百姓 這是他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說宣揚民主自由的人 他並不在乎中下層的老百姓 那這個就是柏西蘭他為什麼會得到很多人民的歡迎 這個我自己是覺得可以很確定 在大陸的境內 國西蘭的路線 他確實受到很多中國老百姓的歡迎 因為大陸有一個很大的這個矛盾 就是精英階層跟一般人他之間的差異性 那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跟各位說 那我記得是去年我到那個北京清華大學 因為有一個非常重量級的學者 他是跟六四事件他也有關係 然後絕對是民主派的自由派跟西方的關係 非常好的 然後他跟我講他說這個 他說他覺得現在大陸社會只差一根導火線 他說還有別人跟他的看法相同 只要有那個導火線 大陸社會就會發生動亂 那我就說 我說是啊 我說現在什麼廣東福建 常有人民那個什麼就是暴動啊 烏坎春的事件等等 結果他的眼睛真的大大就瞪著我 他說拜託啊 他說那個搞革命啊 不是那些中下層的農民工他們能夠搞的 他說一定要知識分子 一定要精英在北京的中心才能夠搞 那我就說 我說那你們現在生活都過得非常好 都很富有 你們對中共還有什麼怨言嗎 他說喔 他說最近又出了那個打房的政策 他最近想買一套房 結果發現有打房的政策 他那個貸款會有困難 所以他心裡非常的怨 他說存款利率很低啊 然後如果去買股票 簡直就是被中國政府坑嘛 他說那個錢賺了錢就只有去買房地產 結果呢 現在有打房政策 他不能買了 結果我已經很驚訝 因為這個學者他非常的富有 他已經有很多套的房子 他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學者 結果他僅僅因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再買一套房子 他對那個中共就非常的怨恨 那這個表示什麼 這個表示 那我覺得這一面 對 還有剛剛英文一個很驚訝的 就是他完全不把那個中下層的老百姓 他們的力量放在煙裡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台灣人很難去理解的現象 因為台灣的民主政治 特別是民進黨的朋友都知道 他很強調基層 強調這個草根性 但是我們會發現 大陸現在他一個非常危險的 就是那些所謂右派 所謂講民主 講自由的 他們並不在乎中下層的老百姓 所以這個矛盾是很可怕 絕對就是今天你說會 還有最近在外面有傳言說 柏西蘭曾經跟外面的人承諾過他要辦選舉 那我在想這是有可能性的 因為可能柏西蘭認為如果要選舉的話 胡錦濤 溫家寶 習近平都選不過他 因為他最有魅力 對不對 那他可能想走一個路線就是像普丁那樣 或者說比那個普丁還要強悍還要殘酷的 一種所謂的強人政治 所以這個是大陸 他社會矛盾上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他的社會矛盾是遠遠大過於我們想像 而且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他們講民主的這一派 他們卻比較忽略中下層老百姓他們的福祉 他們自認了他們是社會精英 可是那個中下層老百姓的怨氣真的是非常大 像我講一個最好的代表 就是我有一次在台灣 我遇到一個嫁到台灣來的一個大陸一個父母 我跟他講柏西蘭的事 他說他非常可惜 柏西蘭這個人非常好 那我怎麼跟他說 我說現在查到他貪污很多 結果各位知道他怎麼回答 他說一個人貪總比很論貪 就是皇帝思想 他們就說有一個人做皇帝 可是他把那些富商把貪官殺了 然後把錢分給我 他們真的會有人希望這樣 所以這個大陸他現在真的像一個火山一樣 像一個火藥庫一樣 因為他的矛盾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倒是覺得這個大陸的朋友真的應該思考 就是他真的要有決心 就是採取比較西方式的民主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社會平等 社會福利和社會平等 這個非常重要 否則的話 大陸的社會 我看恐怕很快會有大的動亂 會崩潰 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孫會長 從民主的普遍性跟特殊性來看台灣跟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他還特別提到說社會矛盾來追劃一個社會或者國家民主化的進展 我也提到說台灣的一個過去的神奇矛盾 國家任何矛盾 那麼今天中國社會確實有很多的矛盾存在 這還讓我想到說其實在1989年六四天安事件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是有很多的矛盾產生 所以導致了那樣的事件發生 不過我覺得決策則很重要 就是說現在我看到還有人在寫書說 這個當時鄧小平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但是如果說鄧小平做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決定 他就順應學生的要求 比如像台灣的李登輝前總統在面對台灣的學運的時候 呼應學生的要求 做出改革 我想那結果可能又會不一樣 當然每個國家每個社會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可能產生的結果也不一樣 那只是因為孫會長的一個引言 讓我們聯想到這些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聯合大學的周教授 就今天這個主題發表你的看法 謝謝 好 那個 謝謝各位貴賓大家好 因為我是從屏東 我昨天在屏東開會 然後早上才從裡面趕回來 所以時間稍微比較趕一點 15分鐘的時間很有限 因為我本來看說這個主題是 從中國現況展望未來民主發展的趨勢 後來我就寫一個群聚會是談台灣跟中國的民主 就已經有涉及到西藏問題 但是事實上在我過去也寫過幾篇西藏的文章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那我當時也是在修西藏文 所以西藏文你對我來講的話 是很熟悉不陌生的 那我想說從這個角度 其實我當時在題目上 就是在字幕上 因為我題目主要對於中國大臣民主化的意氣 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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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單純是想從臺灣的角度去看中國的民族 我還是那句老話 第一句老話是說 要挖別人鬍子 先把自己鬍子掛乾淨再說吧 在10月12日 到最後 說要追溯這些狗官 就是陳兆敏這些當國國防部長的人 法律竟然說他超過追溯期 我對這樣的一個觀察 我說這叫做臺灣支持 臺灣對於民主法治的東西居然是這樣子 我接下來講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好了 我曾經有種方式去談民主跟社會弱勢者的社會運動 第一種叫做 再吵就殺掉你們 這叫做不民主 第二種叫做 去吵吧 反正不摔你們 這叫假民主 第三種叫做 吵大聲一點才有唐詩 這叫有點民主 第四種叫做 不吵為主動去關懷你們 這叫真正民主 好了 請問一下我們臺灣是哪一種民主 我記得美國的杜威曾經說過 民主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說民主它不是只有在投票或者是選舉的時候才產生的 學校沒有民主 企業民主沒有民主 家庭沒有民主 這根本是沒有民主的 觀察一下臺灣企業有多少自主公會 那些號稱公會的 其實根本是國王的人馬 老闆的御用棋子 當他要為員工爭取福利的時候 他就要挾對方 好吧 你準備被炒魷魚棒 學校有民主嗎 學校是一個很奇怪的生態 所以學校是一種像貓桌老鼠的這種食物鏈 校長夾在上面的教育局 還有下面家長 學生 還有老師之間 我想這其實都有很多的觀察點 我就不要去談太多了 我從高中以來就是一個不政府主義者 還記得當時我在課語曾經花了很多時間 去看一些翻譯巴庫寧跟克魯帕特經的書 至於說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機去看這方面的書 主要是受了讀高中的歷史跟三民主義的疑惑 得不到老師誠心給予真正解答的刺激 我舉個例子 高中三民主義課本獎 列寧 他說 當資本主義發展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他跟民主主義結合了 他就變成帝國主義 所以他就是變成去掠奪別的國家的資產 從依賴式的社會經濟循環來看 不就是這樣子嗎 我到了大學 我為什麼會選擇社會系 跟這件事多少一些關聯 或許當時我的知識不足 誤以為社會系會給我很多左派的學術觀點 我觀察過許多社會事件的來龍去曼 如果根據我所謂意想的民主 就不應該有權力的人 搞了一連串所謂的裙帶關係的阿貓和狗 也許這些人有什麼狗屁博士 或者占據伯伯們的官職 他們就拿了雞毛當令見 而擁有論述權 然後對於那些在下位被管的 叫做死老百姓的 就可以老神在在的拿著他們的放大性去評鑑 調查 或者條例各種名目 去管控成為他們自己想要的世界 我不是沒有修過政治學和政治社會學這類的學分 我也不是不了解自由之家對所有民主哪些任何指標 台灣從戒嚴到戒嚴 很多人對有很大的期待民主 坦白說 我認為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當時有人很興奮地說 什麼台獨 藏獨 僵獨 就是誰終於可以當家做主的時候 我都會嗤之以鼻 可是同樣有人說 要捅 對不起 如何捅 如何會捅 我也一樣冷漠 對 因為無論是什麼獨 或者是什麼桶 一定都還有國家 一定都還有政府 中國人有句俗話說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我當時就會很認真地問 你覺得獨了或捅了 這句話就永遠消失了嗎? 這個意思很簡單 就是絕大多數的人還是要吃飯 要受護於老闆 無論私人或公家機構都有老闆 你敢說 不是老闆說了算 是我說了算這句話嗎? 馬克思明明講得很清楚 國家者階級壓迫之工具也 西方後現代主義哲學 講求人的主體性 我想問的是 無論是專制時期還是民主時期 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主體性 請問民主有何用? 好 要我講一些實例 各位知道 士林穩林院王家經過獨更案之後的下場嗎? 各位知道 竹南大埔農地案後面的下場嗎? 各位知道 華光社區被法務部去吹討 不但拿不到補查金 還要不斷地說要賠償政府嗎? 他們連住的正義都沒有了 請問他還要什麼民主? 或許有人覺得 我要求的標準太高了 我覺得不是標準高不高的問題 這是本質性的問題 如果我們過度簡單化願民主 就是補充多數 選種少數 也為這個話 被了很多心思去搞什麼 選區劃分 限制連計 不可讓渡 單計法 等等投票規則 也定了很多的規章 實現所謂的制衡法制 可是從實踐成果來看 還是非常的令人難過 尊重少數 不但常留為空眼 服從多數 也常是騙人的把戲 不過 朱高正 你用康德說的話 民主不就是高明的騙術嗎? 至少他不是低劣的騙術啊 我很多的朋友在面臨法院的訴訟過程中 只覺得那是一場以專業證據和法理堆砌的主局 根本與正義或公理扯不上邊 而且主流也幾乎永遠掌握在一群懂得操弄權力的人手裡 你只能求個最基本的平平安安 不要出事就好 在單位裡面 都是戰戰兢兢的做事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變成不要多管閒事 明則保身 或者是用一個 叫依法行政的大帽子 如果你是弱勢是邊緣化的人 你就要小心隨時被拿出來檢討的替罪羔羊 反正沒有什麼人敢幫你講幾句公道話 最後只好摸摸鼻子自己走路 有人說 我們不是有一堆多如牛毛的法嗎? 不要忘了 你僅是什麼籌碼都沒有個小蝦米罷了 而機關公司的主導者 有權有勢 也可以找注意推 聽明著跟你耗時間 打官司好呀 看看誰有辦法 也許還有人問 我們不是有什麼私改會法律補助基金會嗎? 你自己去問一問 好了 一般民眾 非團體有多少幫助好了嗎? 我們的媒體跟著財團起舞 所以別天真的 你要怎樣 還要趁心潤涼 有沒有市場價值呢? 弄工機會 可以啊 搞了一堆基礎層面的關卡 讓你一拳打在棉花上 所有的回應都可以在敷衍打官腔 會納入思考 會在原意 好無下文 是會遊行 是會遊行吧 就算是有改集會遊行話 去吵啊 去鬧呀 讓你發洩一下罷了 何況對於極端弱勢的少數人 他們連這個都不用擔心 因為連喊起口號都如此微弱 我想再問一次 民主有用嗎? 台灣在這麼多年來 已形成藍綠兩大陣營 可視絕大多數的人民 僅僅是這兩大陣營選票算計的棋子罷了 不斷地辦理選舉 就可以不斷地拋出 互相砍殺 打鬥的議題 228也好 族群省級 統獨議題也好 或者新票案也好 與蒼案也好 都是找到性者橫性 疑者橫疑 更兩極化的結局 其他所有的文化 教育 醫療等等議題 多半尋求短線操作 便宜形式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捅出樓子 到時候再說吧 政策買票亂開的空頭支票 拔那票 瞞天飛舞 老人年金說發多少 可以發出來時就說他兌現的諾言 發不出來就推給中央 尤其在中央跟地方執政黨不一致的時候 這種現象常常可以見到 某某官員吐了紕漏 表面上辭官已失負責 不久就把他調去某個公民事業 當個閒差去補償這種爛人 不是檯面上什麼正式編制一堆委員會 根本就是黑盒子 搞得是永遠事業 兩黨都幹過這種亂七八糟的事 說台灣的民主對大陸有什麼好的示範 你有臉說得出嘴嗎? 再回到本質性的問題來討論 搞婦女運動的人應該很清楚 如果有人支持性工作者發生 就會有一堆女性說三道四 認為自古以來難道女差 我們憑什麼為這些淫蕩女人說話? 如果有人支持女同性戀 組成合法的婚姻家庭 就會有一堆女性說 我們幹什麼支持這些不正常女人? 如果有人支持跨性別女人 不要被歧視 又會有一堆女性攻擊 說這些人根本不是女人 在同為女性的陣營中 永遠有人自居為主流 去貶抑別人的生命 你說這個團體 有沒有民主程序選出他們的理監事? 有呀!你說他們有沒有民主程序討論? 有呀!那又能如何? 我們期待的東西是否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正本人性自主的內容 很容易複製主流欺負邊緣 上層欺壓基層 以集體裹寫少數個體的社會 為什麼在台灣求學的大陸生 又反映大陸的民主的素養 其實差異不大 似乎被你所失 我想這是主要原因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 人文素養去掉的人本主義 是華而不實的空殼子 什麼人文素養 不是說你懂了多少西方的巴洛克藝術 或者是你懂了很多所謂的文人養飾的東西 而不知道西方存在主義 後現代主義老莊等等 不必去談所謂的人本主義 因為是以人為本 台灣好像很不容易建立起來公民社會的框架 可是大多數人並不關心議題 多半不是從公共性的高度同理性去談 而是喜歡草作八卦 或者以獵奇的心態去偷窺被譯者的隱私 這個現象大陸也一定存在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某一個班級出現一個雅思伯和證的學生 回去跟他的家長講 那麼他的家長托爾相談之後 千萬不要跟這個學生有瓜葛 因為免得你惹上麻煩 絕對不會有人機構地去查詢 有關雅思伯和證的資料 來準備有什麼可以去關懷他 學校雖然會針對他開老師說明會心態上是避免發生 狀況以釐清責任 其實他是被孤立的 台灣一天到晚談生命教育 可是還是中華民國到處哪裡不死人 一堆燒灘自殺求助我們 每天都有遊民外勞外籍信仰外優化信 也被欺負的案例發生 台灣都已經是這負德性 中國大陸能是哪副嘴臉 把台灣罵得那麼慘 有人認為說我應該在邏輯上是偏同 怎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兩權相害取其輕 台灣很多法律重難是宣誓大於十之一 還是有少量的作用存在 有些人欺而不捨的上訴 有人不斷地搞群眾運動 有人到處成行 如果自己的生活基本面過得去 覺得政府的善意還很大 不過不是聯合報出了一篇 叫做什麼德政的社論嗎 民主政治居然有德政這種詞 真是天大的笑話 假設有一天真的捅了台灣 包括台灣的政治轉型的經驗也告訴我們 台灣政治轉型的關鍵性的人非 是黨外運動的合法化 因為黨外運動就意味著 體制內的改革派或體制外的改革派 可以有合法的渠道對話 也就是說可以產生一種合作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知道政治體制改革的 包括西班牙模式 包括最近的緬甸模式 它都離不開 就是說所謂體制外的改革運動 組織化程度的提高 也就是說原有的體制 在面前出現了一個反對黨 這個反對黨已經有資格 通過媒體 通過選票 或者通過其他途徑 在談判桌上 和原有體制談判了 那麼這個在談判桌上 和原有體制談判了 那麼這個才開始了 政治體制改革的良心的啟動 而現在中國大陸缺就缺這個東西 缺就缺這個東西 第二條就是 藏區的狀況 藏區的狀況是非常壓抑 非常困難的 我兩次去西藏周邊的藏區 獨特性 那在那個自由主義這一塊 他們會認為 市場化是合理的 但是要的是一個公正的 這樣的一個市場 那他們對於憲政主義 或政黨法律程序 這一些也是有所側重的 那另外 新左跟自由主義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說他們在 對於既有歷史人物的評價上 有非常大的不同 比方說對於毛澤東的評價的不同 比方說對於新左可能會強調 土訓 那可是自由主義會搬出 不是做一個對抗 有這些差異 那我會覺得 新左跟那個自由主義的對抗 非常有趣 就是不同立場的論者 各自從中國歷史 以及不同立場的細胞資源當中 擷取很多的思想資源 那這變成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 地下精釋的知識結構 那大概 那可是當我離開 取得博士開始任教之後 那任教在大學擔任老師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一個社會身份 開始更進入中國的那一個日常生活 那在中國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開始注意 因為有些東西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 就是山座大山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山座大山原來是毛澤東他講的 就是說官僚主義 帝國主義奉獻主義 山座大山壓在中國人身上 讓中國人喘破氣來 而現代版的山座大山就是變成 看病男 買不起房 上不起學 看病男當然是說醫藥費昂貴 上不起學 甚至重點中小學都還要再交贊助費 那買不起房當然是大城市裡面 那個房價高漲 這山座大山壓在現代中國人身上 那他會對日本不載君主一種強硬的態度 其實他是本身 中國對於中國的一些人民 他們是以傳統的方法 過去是以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意識形態 他就是對人民進行一種洗腦跟改造 那他近年來說的話 像面對這樣的一個中華稱 他甚至對日本強硬的態度感到說 他不惜一戰 他為什麼不惜一戰 其實他是為了利用民族主義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去取代他這樣意識形態 然後成功的去轉移大家的一個注意焦點 那這邊如 談到這邊 我們再切尾台灣 台灣的社會其實 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人是比較健忘的 那可能在過去4、5年來出生的體質 他對於中國在發生六四天阿門事件的體質 他對於中國在發生六四天阿門事件 這樣子的歷史事件他是非常有感覺 而特別是他們在環境系統出生的那一代的人 他們能感受到民主轉型 民主鞏固這樣一個民主自由的一種珍貴 那現在吸引我們這種七、八年代以後的那種年輕人來說 對國際事務除了不關心之外 那他無法體會到什麼是 更不著足腳著地的事 什麼樣的感覺 那特別是 在對於像西藏這樣一個問題 或是香港的這樣一個問題 台灣的年輕人普遍是苦難的 然後特別是在最近 最近的 因為